美军战机被我国空军击落 坠毁后 16人当场丧生 就在老美以此为借口 想要趁机敲诈我国时 毛主席的一句话 令他们瞬间认怂 甚至在国际上发出了 惹谁都不要惹中国的言论 毛主席到底说了什么 竟让军事强国老美胆战心惊 当初又发生了什么 我军为何要进攻美军飞机 1956年8月22日 我军突然发现 雷达上显示在我国领空 有一不明飞行物 正在全速朝着我国境内进发 就在此时 我军发现 这是一架美国空军的电子侦察机 正沿着海面 向我国长江口上空飞来 曾经的朝鲜战争 美国被我国志愿军机退后 虽然并没有在国际上公开挑衅我国 但暗地的侦察不断 他们知道 我国的空军力量薄弱 所以经常肆无忌惮地进入我国领空 但这次不一样 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侦察机 我国空军